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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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今天 會把上一篇 論文喔 把它看完,然後會看 其他篇喔,就是我們最近 這幾週看一些上座部的 修行方法 我們的課程大概剩下四週 四次 今天去到這三次 我們看一些上座部的修行方法 那因為這次疫情 除了就是 對於很多這個 不安定不確定性 的威脅 對生命健康的威脅 然後還有就是隔離 那個 那個 那個叫什麼 逼迫性 就可能 很多人就覺得說 平常修的好像 考試都沒過 就是在面對很多 這個情境的時候 就是我們 學了這個再多 再久的佛法 在面對這樣的考試的時候好像 就 被盪 被盪 所以我想說讓我們來看一些 這個上座部他們的修行方法 因為 比較 有一個 次第 可依循 那雖然很繁複 但是其實 你可以從當中 去 這個 變成這種客製化的 這個觀法 跟修行的方式 好像他們一開始關身 受心法 關身 可能關得非常的繁複 但是你可以用你的方式 可能就是他一上座 身體姿勢是打坐 然後他的矛定就是在他的 這個打坐的姿勢上面 那個也是一種矛定 而不是像 這個他們 南傳的這個 矛定是從 比較維繫的身體的 每個部分去做觀察 好 那我們稍微複習一下 上禮拜他講的這三個要點 主要是 要去除條件制約 要基於修法的 這個三個要點 那其實這個指的條件制約 就是我們的 習性的反應 習性的反應 那是哪三個要點 第一個就是覺知 以覺知來掃描身體 而不是不知不覺 或者是昏沉 所以他用覺知是這個意思 就是清清楚楚的知道 你身體的樣態 那讓修行者 建立直接體驗 當下感受的基礎 所以這個基礎是指身體 你感受的是你的身體 你感受的是你的身體 那這邊的直接體驗 他們英文有時候 他會翻成 insight 就是你直接感受 那直接感受意思是 沒有評價 其實跟下面這個平等性很像 直接感受沒有第二念 這是第一個感受 這樣就好了 不用再有第二念 等等之類的 比方說你感受到皮膚 他們就是慢慢關 到你身上的皮膚的時候 就感知皮膚目前的狀態就好了 那我們通常不是直接體驗的時候 就是你就會想說 哇現在老了皮膚怎樣有皺紋了 或是有斑了 這樣就不是直接體驗 因為有第二念第三念 那個念頭顯現 第二個是你保持平等心 以置恆受到潛在傾向所推動的反應 所以受到潛在傾向 就是受到什麼 上個禮拜講那個隨眠 隨眠種子的推動 隨眠種子以現行的那個反應 就是他不是講一事以上嗎 那個隨眠種子是一事以上的 他會帶動一些反應 他說呢保持平等心 就是你不要受到那個隨眠種子 現行的影響 主要是你就是這個覺察 透過覺察知道他要現行的 然後怎樣擋住 這樣就好像踩煞車一樣 他的意思是這樣 就是用平等心來制衡 這一定要平等心啊 散亂心自止不了 因為他現行速度很快 再來就是持續覺知任何體驗的無常本質 然後這個就主要是講官無常 那我們最後就講到這個禮拜 上個禮拜講的 他這個上座部的 現在當代的禪修或是禪觀的方式 都是依據念柱經 念柱經的架構我們來看一下 大念柱經基本上講的就是 身受心法 四念柱或四念柱 所以大念柱經的整個架構是怎樣 關生 有沒有記得那個 這個印卡他們前三天都在關呼吸嗎 他也沒有全部喔 他就關呼吸 前三天關呼吸 所以他沒有完全照上面 他也是怎樣 這三個目前當代的主要的流派 也是根據這個經典自己做修正 所以你說那我們只有半套 半套也沒關係啊 你弄半套變成你自己的全套 因為適合自己 所以經典是這樣講 但是他們現在這幾個流派 他們就跟就是不同的這個修行方法 所以他關生念柱就是這幾個 關呼吸之事 側見五常 思維不盡 思維四大 觀墓園九巷 現在是要去哪裡觀墓園九巷 所以當然就是要使這個順應 這因緣 因緣有大環境的因緣 還有我們每個人的根氣 然後習性不一樣 你也是一種因緣 所以你要根據因緣去修正 承設自己的 那是觀壽心法 那法呢就是觀五蓋 五曲韻 內外六處 七菩提芬 就是七覺之 四聖地 最後就是觀念柱的結果 他有跟你講說會得到正德什麼樣的境界 這是這部經的一個架構 那網路上有把它翻成白話 我有興趣可以去把它看一看 那主要是佛陀一開始就是直接講 有一條道路可使眾生清淨 克服愁嘆 滅除苦憂 實踐真理 最後最終體振滅盤 那這個他開示出來的這個道路 就是指四念處 就是這本經的架構 那主要是因為這個論文常常聽到大念柱經 那因為我們對這部經不是很熟悉 所謂我們從架構開始看 所以剛剛這個論文已經講觀深受心法 這一個部分講的是法 觀法 那剛剛看大念柱經的這個架構觀法 第一個是觀五蓋 觀五蓋對不對 我們等一下會來看另外一篇這個論文 他不是論文是一本書 有人把它翻譯然後一個單位把它翻譯成中文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五蓋 他講的 我覺得在講修行的時候最好就是像他講的這麼平實 這樣你比較容易怎樣 操作 不要太堅設 他到底沒有講到 然後今天還會講一個探究四念處 因為他們主要都是在修四念處 那這個是一位比丘 好像也是德國人 我們是這句 這個吳卓也是這位比丘 同樣一本書的作者 那邱大綱就是我們之前常常看那個什麼 獅子猴有沒有 這個就是他 他是主要的這個 建構的人 他翻譯的我們也會來看這個 所以呢 深受心法 在念著心裡面關法 就是先關覺知五蓋 因為前面所提到的有持續覺知感受 能夠迅速認出心理制約 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必須持續覺知 那個就好像你一直練習 然後到時候就怎樣 熟練的一樣 所以必須持續覺知 然後能迅速認出 你的心理制約 那個制約指的就是什麼 你看到 看到 聽到 或聞到 觸到 某一個範疇的東西 你就會生起什麼樣的情緒 那個就是心理制約 所以當你觸的那個插弩 很快的時候 你就可以怎樣 感知到 因為觸在就瘦了 瘦在下面就可愛 所以他是跟你講說 你持續的覺知 比方說 你現在想某個食物 那個食物啊 你就會怎樣 產生貪愛或什麼的 會想要勒受 然後產生貪愛 這種的 那你要很快的覺知出 那個心理的制約 我們呢 通常呢 沒有迅速也罷了 緩慢也就罷了 但是就是 甚至都沒有 感受到 感知到 那因為迅速認出 使教熟練的禪修者 在蓋出生期的時候 就能夠警覺到 你看這蓋就知道了嘛 就是他脹壁嘛 脹壁我們修行的路 那因而讓他們呢 能夠單純的用正念觀察 來克服蓋 所以呢 此時這些蓋 尚未有足夠力量 打敗心 所以你已經 防禦了 用什麼防禦 正念觀察 他要升起之前 已經正念觀察到 他要升起了 所以他就沒有足夠的力量 打敗心 是這樣 那念注經的這個觀法 也包括這五蓋 所以我有時候看佛法的這個修行方 其實就是 預防醫學 預防醫學 本來就是最難的 本來就是最難的 但是就是怎樣 是可以做得到 但是必須要靠什麼 持續覺知 那念注經的觀法 也包含五運 剛剛有沒有 那五蓋還有五運 那前面提到持續修 這個葛因卡所教的內觀法 體驗到身心現象消融 五運就是身心現象 那他這個觀到一個過程 他最後就是會 體現出身心消融的一個現象 那這樣就符合呢 觀五運生滅的基本原理 因為這種經驗呢 顯露了身心各個面向 是如何不斷的在變化的 那另外一個 剛剛那個法 他有另外一個是六路 觀六路 在觀受呢 修煉到更高階段的時候呢 你無論在任何根門 發生什麼事 六路就是眼耳鼻舌生意嘛 所以無論你在根門發生什麼事 覺知都可以穩固的 建立在身體的感受上 所以你的注意力怎樣 會回歸到身上 而不會怎樣 去攀緣 然後再進行下一步的 這個程序 所以這樣禪修下去呢 對於無常 當然後面最好就是怎樣 那個 不入射身相位處罰 不入射身相位處罰 所以他在灌到最後就是 到最後就是可以不入射身相位處罰 所以第一步你必須要清清楚楚的知道 就是根門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你就知道你接下來 根門接觸到的那個對象 你接下來的心理制約是什麼 這樣慢慢的下去就可以 不入射身相位處罰 那經典中呢 有隱含這種修法的描述 經典說正念和正知 可以藉由清除了知下列之事 來加以培養 他們這個南傳的修法就是正念 還有正知 還有一個智慧三個 那了知哪些事呢 第一個 受的升起 持續 以去滅去 這個基本上就是 一個變化的過程 無常的展現 所以他是 你可以清楚的了知 所以他這個是透過訓練才有辦法 因為你的心要在很平靜的狀態下 你才有辦法了知 不然呢 直接就是心理制約 根本沒辦法了知這些 想的升起持續面去 思的 升起持續面去 就是受想思 受想思 那這個描述裡面呢 從受到想和思的進展 可以是意味深遠的 因為對於受無常的 這個覺知 一旦建立良好了 就是受 受 第一步是受 因為受是最比較粗糙的 你呢 先建立對受的覺知 無常覺知 那任何想或思的升起 自然就成為整個無常體驗的一部分 那這個無常的體驗呢 是根植於觀受 所以第一步也是要怎樣 從受來開始 因為受是最粗糙 你容易觀照到 他裡面講 他所教的內觀法呢 包括觀念頭 的無常本質 有時候注意力 只在身體的無常 有時候注意力呢 在念頭的無常 這是他 這個 無常的感受 所以可能是在身體 或是念頭 那麼 這個 為什麼是講身體或是念頭 因為我們不是有講那個獸有沒有 不是講身獸心獸 其實都是什麼 都是心理啦 都是心理 那阿納波納經指出 單單觀獸呢 就能導向七覺知的發展 所以這個即使禪修方法並未涵蓋所有試念柱 但解脫觀治的必要關鍵 即建立七覺知 仍是可能的 那因為七覺知的一覺知就是 念覺知就是試念柱了啦 第一個 念覺知就是試念柱的修行的 所以你透過試念柱其實已經怎樣 在修七覺知了 那葛因卡他的長期的這個課程裡面 就頗重視七覺知 在方法指導裡呢 他描述在進階修煉時 喜跟深度清安的體驗 應該如何導致舍 以便產生覺悟的絕地性突破 就是你在喜跟深度清安之後必須要怎樣 產生舍 舍呢才有辦法怎樣 突破 那個突破就是你會覺悟啦 好那所以這個念柱修行的重點呢 是對於四聖地的這個觀治 那這種觀治呢 是修行葛因卡所教的內觀法的自然結果 所以這個會生起觀治 透過修行內觀法會產生觀治 那因為你既然已經覺知到 元壽生愛 所以他呢 那這個格因卡他主要的這個關鍵點 觀啊 觀壽啊 那你要這個元壽生愛 必然呢會增長對於苦 苦生 苦滅 以及滅苦之道的體驗 這個就是什麼 苦極滅道 苦極滅道 所以他這個 壽觀治從壽入手 然後再從這個 觀壽的苦極滅道 連串連到什麼 四聖地的觀治 所以一路從這個壽的觀治到四聖地的觀治 都是環環相扣的 所以他為什麼可以變成當代的那個 一個修行的方法 那也是因為他的理論 夠紮實啊 但是他已經有 已經有比較什麼 簡化了 我們剛剛看那個念柱經其實很繁複對不對 他其實已經簡化了 那也比較適合當代人 對 你可以這樣理解 因為他這邊的四聖地展現的也是一種無常 對啊 他剛剛在講無常的時候 他也是這樣解釋 有沒有苦的 受想思的 生起持續滅去 他是無常啊 但是苦極滅道是另外的啦 但是你會覺得很接近啊 就是苦 苦生苦滅 跟滅苦之道 但是他前面那個 沒有講到滅苦之道啊 也沒有講到苦因啊 你只是很單純的去感受你的 你的受生起滅去滅去 滅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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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不知道 這樣 所以他就去感受受的什麼 這個無常 感知到受的無常 那既然前面已經感知到受的無常 那其實解決就很快啊 就不用再相對 但是沒有究竟啊 但是你感受到受滅去 但是你不知道受生起的原因跟 他如何解決他 他還是會生起啊 還是會持續 還是會滅去啊 但是你必須要生起 世聖地的官司 才有辦法究竟嘛 去除掉他 他還是在啊 你只是用跟他講的語言 叫做平等心 被動的 沒有評價的 去感知到你的受想 失的生起 持續 滅去 那是一種觀智 觀受 的觀智 一種程度的空啊 對啊 嗯 那個空是空什麼你知道嗎 空散亂心啊 把散亂心空掉 你唯有用平等心 你才有辦法關到 你平靜才有辦法去關到這些啊 所以你那時候空掉的是散亂心啊 所以都有某種程度的空 如果你要這樣解釋 但是還不是 這個究竟或是生成的空嘛 所以關到這個無常也是空嘛 但是那個層次 但是你要關到這個苦 苦疾滅到 就是苦苦生苦滅 或者是滅苦的這個體會 是必須要怎樣 先覺知到元壽生愛 然後再慢慢增長 對世聖地的體會 那你其實從他們那個修行的過程也知道說 你這個如實了之世聖地的果位 跟你前面用平等心觀照受 那個就不一樣嘛 那是過程而已啊 但是你又如實召見到苦疾滅到的時候 那個是另外一個果位就不一樣 那像這個有印度 嗯 應該不是吧 對啊 他跟全世界都有吧 都有一些內觀中心啊 嗯 我不知道耶 你可能要查一下 我只是了解一下他們從這個念柱經裡面發展出來 他們怎麼樣去詮釋成適合當代人的修行方法 我們剛剛看念柱經是很這麼繁複嘛 他已經就修改過了這樣 那就可以學習啦 學習的事就是 客製化 針對當代人的心性 做一個從經典裡面 去做客製化的一個設計 這樣 我相信這三個現在當代流行這個上座部的禪修方法 基本上他都根據念柱經但是都有 絕對的程度的簡化 因為現代人 比較難這麼繁複 像這樣那麼繁複 他再不再 不重要 方法已經留著了 好 三共相 三個共相 就是根據八立經典的根的標準定義 智慧呢 主要在於能夠動見生滅 這種官制 是為了要 官見什麼 無常 動見無常 那麼 頭一定義呢 附加說明這種覺知 應該是有穿透力的 才能夠導致 從苦中出離 這種穿透力其實 有好幾種解釋方式 我們看他這個 聖弟子的有智慧 具有神聖的 具穿透力的 能夠了知 現象生滅的智慧 好所以 這個穿透力是你穿透 現象界去了解到他的什麼 本質 體性是什麼 就是無常空嘛 這種穿透力 然後呢 而導向苦的完全滅除 比丘門這就是所謂的 慧根 所以他剛剛把這個 根解釋成 神聖性檔案 他就沒有著重 主要是 穿透力 這個慧根就是需要 穿透力 你看到一些現象的時候 那你 看到現象的時候 我們比較容易受到 影響啊 就是你的剛剛講的 心理制約很快會產生嘛 但是當你有穿透力 馬上看到 無常苦的這個本質的時候 就不會產生一些 太大的這個心理 甚至不會產生一些 心理的狀態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能夠怎樣 不受到隨眠 在隨眠現行之前 你就可以制止他 這個是他主要的訓練 他的訓練就是在講一邊 他的訓練就是怎樣 在你瘦 瘦 跟可愛 十二因緣嘛 他取這兩支 修行 其實在雜案經裡面 他有一些經典 他就是怎樣 他每一部經 雜案經很多經 幾千部經對不對 他有時候就是十二因緣裡面 取兩支 兩支 兩支 某一部經他可能就講這兩支 他的修行方法就是著重在 受 愛 所以他的方法就是怎樣 在受 生起之前的時候 你就能夠怎樣 阻斷 那個隨眠的線 的那個作用 就不會產生什麼 可愛 怎樣 他的方法是這樣 因為可愛一旦產生 就是苦了 所以他主要是在關這個啦 透過 毛定 把那個毛定在什麼 瘦上面 人都需要毛定啊 因為有我嘛 有我就需要做一個毛定的動作 所以這是一個方法 一個這個階段性 同一定意就是這根的同一個定義 一附加說明這種覺知應該是有穿透力的 這剛剛講過了 才能導致從苦中 出離 如果你沒有這種穿透力的話 就會沉溺在現象界當中 就遑亂出離了 你就在現象界當中掙扎就已經 沒力了 乏力 所以必須要有這個穿透力的智慧 是比較 快的 那麼這個這段話呢 指出官無常對於發展智慧來說是 必要的 那其他經文呢 也說動見五運 的任意運或是六路處的 這個任意處的無常本質 所以你可以 其他經文裡面有提到啦 就是 射受想行事 或者是 眼耳鼻舌生意 任意處的無常本質 是圓滿正見到之的方法 所以他一直可以從怎樣 任意處入手 就有辦法圓滿 從一處入手然後圓滿 所以他這邊以那個經典裡面講的 他呢 官身為無常 這個是他的正見 那麼正觀故 就驗離 因為你正觀怎樣 身無常 既然是無常的 也沒什麼好直取的嘛 就會怎樣驗離 那接下來呢 去除了喜灘 那他的心呢稱為解脫 正解脫 所以這個是 這個 五印 色 這邊從六入 觀眼為無常 最後怎樣 心正解脫 所以他就是從 這個經典裡面講說 你無論是從 五印的任何一印 或是六入處任何一處 觀他無常都是呢 都是圓滿正見 八正道啊 八正道 的這個正見道之 所以他這邊的正見值的就是什麼 無常 觀他無常就是 然後呢你觀這些無常就可以圓滿正見 好 那麼觀生滅呢 也是念著經裡面 這也沒提到 沒講到觀生滅 觀生滅 是念著經裡面呢 念著修行的一個關鍵重點 比方說呢 以感受為例 你禪修者呢應該要覺知他 他們的這個生起 滅去 以及生滅的本質 那麼我看他贏的是什麼經典 本質是什麼呢 他呢 就受觀察意 就是著重在 矛定在受 然後觀察受生起的本質 觀察受滅去的本質 觀察生滅的本質 觀察生滅的本質 類似這樣 本質就是無常空嘛 嗯 好 所以以此方 以此方式禪修的重要性在於 他區別了只是念著 以及這個念著的修德 好 就是 後面當然有個德嘛 只是在路上叫念著 到目的地叫做修德 念著的修德 這樣 那我看他有沒有影經典 沒有他只是講經典的處處 基於呢對無常的完全體會 進一步去動見另外兩個共向 所以這邊講三個共向對不對 就是無常苦 無我 或他們講非我 所以第一個呢 共向講無常 那你這個 體會了這個無常之後 進一步呢 就是要動見另外兩個共向 好那這個進展的描述呢 可見於經典中的標準問答 傳統上呢 認為也是佛陀師 吳比丘完全覺悟的教導 好 這是觀這三個共向 這順序 那根據這個教導呢 無運的美運 以及隨之而來的個人 所有的主觀經驗 首先 見到的是無常這個共向 體會到無常後 進一步體認到 其中不可能有任何 持續的滿足 因為無常嘛 所以怎樣 那個狀態怎樣 隨時就是生滅 你就沒辦法持續的滿足 這樣就會產生什麼 苦 所以無常故苦 無常故苦 所以為什麼無常故苦呢 是因為怎樣 沒有辦法持續的滿足 所以苦啊 好 然而 然後呢 這個 這個 又引導至 動見任何無常苦 具於變化本質的東西 都不當作我的 不適同我 就是我跟我所非我 更別說把它當成 當作自我 好 所以這是第三個共向 就是非我 所以同樣的基本模式 所以同樣的基本模式 也構成了一組想的基礎 依下列三個步驟進展 一個就是無常想 無常苦想 還有呢 苦無我想 這三個 那陳述這些想的方式顯示 從一個共向進展 到另一個共向 並不需要改變對象 就是怎樣 無常苦非我 同樣關一個對象 就可以怎樣 連續關 這三個共向 而是改變觀點 就是無常苦這三個共向觀點 同樣一個對象都可以關 以會見為無常 現在見到的是苦 事實上呢正是因為他 這個無常所以是苦 所以當你苦的時候 就煩惱的時候 那你是不是因為什麼 某些樣態的改變 或是什麼東西 沒辦法持續滿足 所以是苦 因為無常嘛 所以苦 現在的苦嘛 所以可以這樣往回推 這就是比量嘛 然後苦呢 苦的被關為無我 就是苦的怎樣 那個也是無我的 因為你也抓死不住 沒有一個我在抓嘛 真的因為他苦 所以沒道理把他當做我的 這一句大家就很容易懂 他苦幹嘛把他當成我的 他講的你比較容易關知道嗎 或認同他 或認同他 說我是這個 或這個是我的自我 這是三個共向 所以他在長期的課程裡面呢 就是這個著重在關這個三個共向 然後準備突破到覺悟 所以他是有這個很明顯的次第 再來就是全人的覺悟 根據設立佛的說法 藉由從一系列相關的觀點來觀五運 可以到達陸流 陸流 虛頭凡果 那這些觀點呢 就是從無常幾苦開始 最後終於無我 所以這個 要到達的陸流 還是要從這個觀五運的三個共向 最後就能夠入流 當被問及達到更高階段的覺悟 上禮拜講的 一來果不還果 以及全然覺悟的時候 他描述了相同模式的觀法 所以他的覺悟記載在長爪跡裡面 經中提到呢 當佛陀開示關於感受的真正本質的時候 摄地佛在現場 開示中呢 相關的部分強調 愉悅痛苦 以及中性的感受 都是無常而原生的 這個叫苦受 而樂受苦受 不苦不樂受嗎 這些這三種受 都是因緣而生的 因緣而生的就是無常 好 那見到這點呢 你就會呢 從對感受的迷戀中清醒 所以喔 人其實是還蠻 那個自虐的 就是你迷戀不只迷戀愉悅 有時候也會迷戀痛苦 那個中性的就是行 那個更比較維繫 所以人有時候會把自己深入在泥鬧當中 這個迷戀 好 那你艷離生奇而獲得解脫 聽到這個教導 摄地佛體悟到佛陀正指出 必須從直接了悟 來放下感受 好 那這個洞見觸發了他的全然的覺悟 這個是摄地佛他覺悟的過程 好 好 那另外一個 這個沐建聯呢 他的記載帶針織布 那個佛陀教導沐建聯克服 各種克服昏塵的辦法 在教導結束前呢 沐建聯就詢問如何從貪愛完全解脫 好 那佛陀就回答說 要藉由觀所有感受為無常滅去 極滅一個話剛剛前面他講的 所以他也是根據經典啊 根據經典 先觀受的無常滅去 極滅 而且是應該放下的事物 這樣的觀察導致毫無貪囚 並且達到解脫 好 所以到最後呢 這是可以達到解脫的 他這邊那個放下沒有講的很詳細 他在另外一篇 就我們剛剛講這第三篇 探討四念著的研究這一篇 他要特地把這個放下 做一個一句話的交代 那這兩個上手弟子的例子就說明了 你感受 你觀感受的無常本質 如何能夠為這個全然覺悟 帶來最後的突破 那這是一個總結啦 那我們爬出兩堂課 我們把它總結一下 所以他的觀置發展的要點是如何在現代上座部禪修中法 修法當中實踐 不過呢 經典中似乎沒有看到描述逐步 這個掃描身體的實際學習法 有嗎 念書經裡面 他沒有掃描身體 但是隔音卡甚至很多 像正念檢壓法這種正念觀法 現在當代 當代 現在當代 你坊間很多在教這種 深念著觀法 他都會教你掃描身體 但是經典裡面其實沒有 沒有啊 隔音卡所教的內觀課程裡面呢 方法指導裡描述身心消融的經驗的時候 使用了色句 或者是有分心這些詞 這些詞 是在早期經典之後 較晚期才出現的 所以他 這個早期晚期的詞語 他都有使用 其他的這個現代內觀禪修傳統也是這樣 他們的技巧也同樣未見於早期經典 所以我就講了嘛 他就 不一定要局限在以前的早期的經典當中 那晚期的一些發展也是可以用來適用當代人 而是利用了整個完全發展的上座部 佛教體系 所以他使用相當晚期才出現的智慧 所以他就被歸納成什麼 上座部的什麼修行方法 是這樣 但是他的根源還是什麼 佛經 那這種現代修法 似乎為早期經典中發展觀制的教法 鮮活呈現了可行的實踐模式 只要他們著重在三共相的直接體鎮 以及符合所列出的觀制修行的基本模式 他們可以合理的宣稱符合了原始的這個教法 因為這在經典裡面都有提到 就是要觀這三共相 他最後的總結就是 這個引經裡面來說 你必須自己努力 如來呢 只教導方法 禪修的修行者呢 終將脫離魔王的束縛 所以第一句是最重要的 就是自己努力 不努力 不努力也沒辦法 三共相 為什麼是思念 三共相是現象的本質啊 因為他當然說 是法無常常 真主性做事 嗯 很亂 他心理常法無 所以他其實三共相不立體 然後辦法說 其實你要徹底講的話 其實基本上 身受心法都是三共相 你無論觀身受心法 都逃脫不了這三共相的範疇 所以他終究還是必須要 從這三共相來升級的觀制 才有辦法達到覺悟 他前面講的 第一步 他的第一步先觀神 對啊 因為思念座就是從觀神開始 但是他的 這個 整個隔音卡的禪修的重點 是在瘦 然後通過 通過你把 矛定 矛定在身上 去感知到那個瘦 苦 苦 無常 所以是苦的 因為他沒辦法 你沒辦法持續性的滿足 你要 就像你打坐嘛 你可能做很清安 那個感受 他沒有辦法持續性 你會產生苦嘛 非我 無我 就是這感覺不是你 因為根本沒有一個我的存在嘛 就是根本沒有一個我的存在 既然沒有我 哪有我的那個清安的感受呢 所以那個要這個有智慧升起才有辦法做這樣的觀 不然就三亂心了 這三共下就是 先一般我們就是先用這個想的方式想 想到最後就可以直接提振 重點在能夠最後最後能夠直接提振 好 那因為剛剛講到五蓋 就是這個念書講到五蓋 這五蓋呢 講的就是 他這本這個這本書叫做法見 the vision of dharma 他把它翻譯 我們大概看一下 貪 撐 昏睡 吊毀 疑 這五蓋 好 那這個剛剛講 大念書經裡面 觀法念書第一個 就是必須觀五蓋 那我們來看他實際的解說 所以呢 你要去 解除這個 能夠阻礙 遮蔽你心的修行這個五蓋 必須要靠修止 以及修觀 來完成 來降伏這個五蓋 那指的成就是在禪定中 心能夠完全止於一境 那為了達到這個一境性 就心意淨性 他跟你講即便只是短暫的 初步條件呢 必須克服五蓋 所以當你就是 可能就是 味道地定那種 一叉弄那種 其實你在那一叉弄 你就是克服五蓋 你才會在那一叉弄裡面怎樣 入定 那你達到禪定境界的開示中呢 佛陀經常提到五蓋 那這五種主要代表 初禪境界的心 心所稱之為禪之 所以要稱這個 佛教的這個論述呢 五蓋任何之一對於個別禪之都是有害的 就是五蓋會妨礙殘肢這樣 他阻礙了殘肢達到殘定 所需的更高發展 所以你必須要有這幾個殘肢 才有辦法入定嘛 那你這五蓋呢 就剛好一對一的妨礙這個殘肢 所以就根本不用講後面的入定 那五殘肢跟五蓋的關係呢 這個章節會去提到 很好啊 這個可能以前學過 我們就是稍微再複習一下 那也可以在日常生活當中提醒 五蓋不僅妨礙殘定 也會妨礙較淺層次的定 如達到安止定 就是止啊 止 前預備階段的進行定 他也會妨礙 進行定也會妨礙 或者呢 這個進行定就是未到底定 同樣呢 也阻礙了具有進行定的力量 以達到成熟觀禪所需要的刹那定 這個南傳他們有提到一個刹那定 我們上次有討論過對不對 就是有一種這個觀禪 他其實也是需要定 但是那個定就是刹那定 那除了上述這些 一些較高層次的心性發展外 任何努力成事想要思維清晰 或者是過親近生活的人 都會被五蓋嚴重影響 所以這五蓋勢必要去認識他 那五蓋造成了這個廣泛有害的影響 需要不斷努力克服 刻不容緩 不要認為你花少許時間做禪 便足以對治五蓋 很好啊 有時候 有時候也是需要一些典型 不然會忘記 除非借助日常生活中的努力 臨時抱佛腳 而要能夠抑制五蓋是很難成功的 所以呢 畢竟打坐時間很短 日常生活的時間比較長 渴望心能夠達到堅定解脫的行者 應該選擇一個明確 直接 可行的禪修對象 就是你的夜處 夜處啊 什麼是夜處呢 夜處是行者 終其一生修行的遺址處 緊緊細酌夜處 從沒有長時間忘世過他 這個就是你的禪修的對象 你要注意的那個對象 就是你的夜處 即便只是做到這一點 對心的掌握與發展 都會有相當大的進步 那這邊的夜處 因為他沒有解釋 我們可以先 理解他真的夜處 其實值得就是剛剛那一篇的什麼 隨眠 那隨眠就是夜陰種子啊 所以也是注意到怎樣 你的 因跟果的這個串聯性 中間的那個串聯性 注意到他的生起 就把他截斷這樣 因為心能從中產生很大的凝聚力跟毅力 你選擇以克服五蓋為夜處的修行者 應該檢查自己哪一蓋最強 很好至少他有一個著力點 這五蓋裡面 從哪裡先下手 這自己哪一蓋最強 從那一蓋先下手 然後細心觀察通常這些蓋是如何生起 這個過程很像那個心理學裡面那個認知行為療法 一樣先去認知到你的最強烈的情緒 那發生了什麼事會讓你產生這些情緒 那個都是必須要靠當事者自己去做一個釐清的 所以他這邊講了 這個蓋是怎麼生起的 在什麼情況下生起 進一步更認清自己內心有哪些正面的力量能夠對峙五蓋 最後將其降伏 所以行者也應該在一生中呢 進一生喔 不是只有在禪奏的時候 一輩子裡面 盡量去發展這些正面的力量 這些正面的力量能夠降伏五蓋 那麼也就是本書將提到的根 禪之與覺之 就是指的正面的力量 還有業處呢 在某些情況對於克服五蓋也是有幫助的 然而凡夫對五蓋只是 只能達到暫時性的壓制 或部分的減弱 直到正德聖道結尾才能夠徹底斷除 一定是這樣的嘛 所以要很有耐性 所以要跟你講什麼時候斷這個五蓋 疑呢 在出果斷 貪 撐 毀 在三果 不來到斷 昏睡跟吊局呢 在阿羅漢道斷除 所以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必須要非常有耐心 不要想說一出可及 不可能 所以要非常有耐性 所以不要指責自己 因為你一旦指責自己 哎呦怎麼又這樣了又這樣了 這樣會這個 失去耐性 而且你看你本來要對自成對不對 結果怎樣 對自己更生氣 所以你對自己生氣 也是要做一個覺知喔 你現在的生氣是因爲什麼 什麼產生的 這個你也要做一個覺知 那對自五蓋所得到的利益 你說阿這樣不是很多念頭 對啊你與其去想這些 就是你認識自己 覺知自己的心理的想法 與其去想東西不如想這些啦 因為這是想嘛 但是怎樣這個是認知自己 而不是怎樣不斷的怎樣 往外攀緣 然後胡思亂想 那對自五蓋所得到的利益 並非僅限於使纏坐時間更短或更長 而是在每一個過程裡面呢 我們減弱這些障礙 令行者呢 越來越接近聖者的果位 所以我們雖然這個跌跌撞撞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多少我們也減弱這些障礙 然後慢慢的趨向聖者的果位 所以你當你在失去信心的時候 要這樣鼓勵自己 我們怎樣 已經有在往這個方向前進跟努力了 這沒有人鼓勵我們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自我體力 自我鼓勵 一定有減弱 你只要怎樣持續的話 那這個境界呢 從捨斷五蓋煩惱而得的這個解脫呢 是堅固不移的 所以這個他交代他的出處 也同樣適用於在家生活的人 所以不只出家也適合在家生活 正如古德所說 此處所提到的比丘 是指將身心奉獻於修行佛法者之一 那任何践行佛法者的人 任何修行佛法的人 都包括在比丘一詞裡面 所以他做了這個更廣泛的詮釋 就是你只要把你的身心奉獻在修行佛法 裡面都稱為什麼 比丘 這樣也很好 不然你看我們那個什麼 水灿的那個法本裡面啊 都講比丘嘛 那很多在法會的時候叫改 因為大眾念的嘛 其實你看如果按照他這樣的詮釋 就不用改啊 所以很多就是這個方便 你了解他的這個用意之後 達到一個方便了 不然你這個一直改來改去也是很麻煩 好廣說五蓋的經典叫做真知步 五種覆蓋心而減損智慧的障礙 所以這個五蓋他不只覆蓋心 也會減損我們的智慧 好那麼如果你不克服這五種障礙 比丘便沒有足夠力量的智慧來覺知自己 你連覺知到自己都沒有辦法 甚至遑論他人 以及自他真正的福祉 所以很重要喔 就是對於你自己而言 別人而言跟自他真正的福祉是什麼 這個需要靠智慧 靠智慧你才知道 那你智慧為什麼沒辦法顯現 就是因為有這五種障礙 所以為什麼這五種障礙 認知他這麼重要 好 那也沒有能力了知 就是殊勝成就的過人智慧以贈得聖果 所以呢你如果能夠克服復必於心 且減損智慧的五種障礙 比丘將有強力的智慧能夠覺知自己的 他人的以及自他真正的福祉 那所以為什麼說你有智慧就沒有煩惱 有些人可能絕大多數人跟你講說你應該怎麼怎麼怎麼說 但是你自己如果智慧你就知道說 其實你現在這樣做是真正的對自己對他人跟對自他 真實的福祉 而不是別人一講你就開始懷疑 這樣做 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所以真正的福祉是必須要靠智慧的 好 那麼這個氣捨五蓋 就叫做會具足者 所以這五蓋你把它氣捨了 就是智慧具足 人的心受到這個無節制的貪欲所複長 所以他第一個講第一個概 貪 貪啊 他將會做出不應該做的事 而忽略應該去做的事 就是你的注意力被貪怎樣 貪就是像那個導遊拿著旗子 你就跟著他走了 那本來要該去哪裡的你沒有去這樣 他將因此端送自己的名譽跟幸福 這個心呢 你的心受到稱會所伏弊 昏睡吊毀移 也一樣 聖弟子如果已經看到這五種心的染污 他們就會 他將會捨離他 所以一開始你必須要覺知這五種 所以他有譬喻 以黃金的五種雜質譬喻五蓋 你因為有這五蓋 就是這 這形容得很好 我們眾生凡夫都有這五蓋 那就好像我們原本的佛性是金嘛 受了這五種雜質的侵蝕 那因為有這五種雜質 你的黃金就不柔軟 我們眾生很剛強 剛強難度 就是因為有這五蓋 讓我們不柔軟 難以塑造 失去光澤 而且很容易碎 也不易加工 然後這五種雜質是什麼呢 就是鐵 銅 錫 鉗 銀 那你去除了這五種雜質 黃金就會變得柔軟 易於塑造 充滿光澤 堅硬且容易加工 所以他做這個比喻 也是讓大家很清楚這個五蓋 好 那我們先準備打坐 我們來看一個 之前忘記有沒有跟大家介紹過 有些人呢 努力可以成功 但是我覺得更多時候是 當你努力沒辦法成功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調適 就是怎麼樣修自己的心 那比較重要 那這個是努力成功的地方 那個只要下大雨就淹水 所以那裡事實上就是 三重在經濟上最落後的一個地方 那島瓜出話其實它以前有名 真正有名的原因 除了是經濟很落後的 都是居住著這個 社會很底層的勞工以外 絕大多數 那邊還有一個很大的市場寮 所以那裡是聚集著 社會底層的勞工 黑道跟這個新工作者的一個環境 所以那就是我的一個成長環境 那島瓜出話 它為什麼叫島瓜出話 就是因為它從高空往下看 事實上很擁擠的房子 像豆干這樣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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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狹小的房子 所以我爸爸媽媽那時候 剛來台北打拼工作 也是存了很久 才買得起這一間很狹小的一個房子 然後讓我們一家人可以居住 因為我們家有五個兄弟姐妹 加上爸爸媽媽還有我爺爺 我們一家八口人就住在 剛講那個島瓜出話的那個房子 那小時候其實沒有覺得 自己的家裡特別小 因為我們附近的鄰居都一樣小 是長大後去別人的家 才知道我們家特別的小 我記得我們家的權狀 權狀是4.64坪 4.64坪 對 4.64坪 住了8個人 可是它的 因為以前的房子 總是會有一些前推後推的違章 所以違章加一家 加上頂樓一個小小的家蓋 大概10多坪大一點點 就住了我們8個人 這樣的一個生活 當然長大以後有了同學 會開始有比較的心理 才發覺原來同學有的 我都沒有 當時心裡的感想是什麼 我們全家大小一家八口人 就靠著我爸爸一個人 是踩著那個三輪車 沿街叫賣臭豆腐回生 所以其實不用到長大後 出外面跟人家比較 你就很清楚知道自己的家裡 物質環境並不好 但是因為我小時候 家裡沒有錢買書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很喜歡看書 我記得我小學三年級的時候 就去那個我們重新入 有一個文海書局 我都沒有錢買 我就站在那邊 把一本一本書看完 我記得我那時候 對於那一櫃 都會寫叫偉人傳記櫃 整個幾乎都全部讀完 那我讀完所有的偉人傳記以後 我得到兩個結論 第一個我發現所有的偉人 都有兩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就是很窮 第二個特點是很努力 所以我那時候 告訴我自己說 我已經站在成功的第一步了 哇 你的想法好正面 很窮 所以我只要很努力很努力 我就有機會向這些人看齊 所以那時候 其實我從來沒有因為 自己的家境環境不好 而去感覺到自卑或抱怨 因為我非常清楚知道 家裡的每一塊錢 其實都是靠著父親 一碗25塊25塊 那時候都會賺回來 所以那時候並不會覺得說 我爸爸媽媽 為什麼不能給我多一點 因為爸爸媽媽已經 用盡了幾乎他全部的力量 去賺這個錢了 所以那時候 雖然覺得自己物質環境不好 可是我從來沒有因為這樣 而感覺到自卑 但有一件事情是很公平的 不管你是來自於貧窮的家庭 還是富有的家庭 父母的身教 對孩子一輩子的影響 是最深遠的 所以您還記得嗎 因為其實爸爸媽媽真的很辛苦 所以有一次颱風天的時候 對不對 爸爸去外面賣臭豆腐的時候 媽媽拜託你幫個忙去補貨 幫忙送菜送泡菜 那我記得那天爸爸 因為颱風天風雨很非常的大 那我爸爸又要踩著那個三輪車出去 事實上是非常辛苦的 那我記得我爸爸差不多 八點多打電話回來 叫我媽媽去做泡菜 那我那時候就聽到 我媽媽要做泡菜 我在五樓念書 就聽到我媽媽四樓做泡菜的聲音 我就趕快下來跟我媽媽講說 因為我聽到我媽媽泡菜已經做完了 要送出門了 我就跟我媽講說 你就在家裡休息就好了 我去送 因為我覺得颱風天很危險 因為我媽的身材比較特別 我媽媽她150公分高 78公斤重 一點點胖 就是很像卡比獸 我就跟我媽講說 你在家裡休息就好 那時候我已經長大了 那時候我高義 然後我就穿著全副武裝的雨衣 都穿著很緊 把我那個泡菜桶綁在腳踏車後面 那我就騎我們家那個正義南路 就要到三重最有名的地方 叫天台 然後我很遠很遠的地方 就看到我爸爸的 因為兩邊的商家都沒有開 因為颱風天的關係 所以我爸爸那個三輪車的燈光 在天台下面就顯得非常非常清楚 那我很遠很遠的地方 就看到我爸爸戴著斗笠 可是他並沒有把他的雨衣穿在他的身上 為什麼 因為我後來發現 他如果把雨衣穿在他身上 他臭豆腐切著好幾碗 來一回進去送給各個客人 或者是樓上的客人的時候 那個臭豆腐會被雨淋濕 所以我爸爸是把他的雨衣 披在他的身上 把臭豆腐放在他的懷裡面 去保護那個豆腐 我那時候就看到我爸爸這樣 來來回回 來來回回那個畫面 就覺得賺這個錢是很辛苦 然後當我慢慢靠近我爸爸的時候 有沒有想說 我爸爸如果看到我 應該會稱讚我 這孩子很懂事 這種天氣還送泡菜來給他 結果爸爸那時候看到我之後 很生氣 他那時候很生氣就問我說 你是來做什麼的 但我爸爸是講台語的 說你是來做什麼 我說 那風雨很大 沒人來送泡菜很危險 結果後來我爸爸跟我講了一段話 所以我一輩子到目前為止 依然記憶深刻的話 我爸爸當時告訴我說 他說 我和你老母就是沒有託菜 站在這裡的藍波 去不找我 今天你如果託菜 你就應該在家託菜 你不應該來送泡菜 我爸爸告訴我說 託菜是你的本分 也是你的託菜 我爸爸那天把我臭罵了一段 趕回家 我在那天騎腳踏車回去的時候 我內心很難過 可是我難過的 並不是因為我爸爸罵了一段 而是我很深刻地感受到 就是因為我們家窮 所以我們會被人家看不起 就是因為我們家窮 我的父母親只能夠靠著 這麼原始的勞力 去賺一碗又一碗的臭豆腐 幫我們養大 所以那時候我就告訴我自己 我一定要很努力很努力地讀書 我希望有一天 我可以賺很多很多的錢 讓我的爸爸媽媽過上好的日子 讓我們許家可以翻轉貧窮的命運 讓我們曾經看不起我們的人 看得起我 讀書這件事情 不是我個人追逐成就 或享樂的一個工具 讀書是一個在我肩膀上 我不可逃避的 翻轉我們許家貧窮命運的責任 我認為人活在這個世界上一輩子 最重要的並不是夢想 而是能夠去履行 你命中注定的責任 所謂的夢想 往往是指去做你喜歡做的事情 做你熱愛做的事情 而責任 所謂的責任沒有喜歡不喜歡 只有應該不應該 所謂的夢想 往往指的是你可以在這個世界上得到什麼 而所謂的責任指的是你在這個世界上活著 你可以為別人付出什麼 在很小的時候你心裡就種下了一顆種子 那個時候你就想到說 長大以後我一定要如何翻轉我們家的命運 怎麼樣讓我的爸媽過好日子 你還記得這個小小的種子 這個牙是幾歲的時候冒出來的嗎 大概在我小學四年級 因為在我小學四年級的時候 我哥哥在一次的意外當中 就去玩水就溺斃走了 就他去玩水但我們不知道 爸爸媽媽也不知道 就跟朋友們一起去那個 淡水沙軟開水場玩水 那後來隔了幾天早上 我記得很早大概七點多吧 我媽媽就接到一個電話 就是我哥哥的屍體找到了 那他說全家人就趕到了那個淡水 淡水 那我就記得那時候 我哥哥就被一塊白布蓋著 那當我媽媽爸爸去驗屍的時候 我就看到他們就 真的就是像傳統的人這樣一樣 就七孔流血 那時候我還太小了 不太能夠去感受到 親人分離的那種痛苦 只覺得哥哥怎麼不見不在呢 但是我會感受到就是說 爸爸媽媽未來的希望 也只能在我身上 而那時候給我比較大的強烈 就是一種責任降臨的一種感覺 雖然說和大哥只當了十年的兄弟 但是他也對你的人生 產生很大的影響對不對 對 因為我哥哥他是羽毛球的選手 那他當時學羽毛球 也是想要未來可以減輕家裡的負擔 因為打羽毛球可以保送學校 所以我從小打羽毛球 都是我哥哥教我的 那教我之後 我後來也順理成章 成為一個羽球的選手 那羽球的職業來上 帶給我一個人生很大很大的幫助 就是在運動員的生涯當中 給我最大的幫助 其實就是對於一種意志力的磨練 一種對於目標追求的一種過程 會有一種台灣圖口的力量 就是不放手 直到目標到手的一種力量 所以運動員職業來就是我哥哥帶我進去 那進入這個羽球的世界以後 再透過自己在羽球生涯當中的訓練 其實帶給我人生非常非常大的一種 一種價值觀的建立 我記得那時候我講 因為我們學校其實 我必須講 其實三重這個學校 從古之進在讀書考試上 它不是特別的頂尖 所以其實我們那邊長大的孩子 對於讀書這件事情的信心是不足的 我記得 那時候我記得我跟全校的同學講 其實同學 所有的同學都沒有人去認同我 或者支持我 甚至他們都在背後取笑我 而且你知道嗎 這個人取笑 他們不是隨便笑 他們很用力的笑 為什麼 我們常常往往隔壁一個人 跟我們講的一個偉大的夢想的時候 我們很難發自內心的祝福他 因為我們很怕他真的成功 因為別人的成功就是我的失敗 雖然說每個同學都在背後取笑我 雖然說我跟越多的人講 我知道會有越多的人取笑我 但是這樣也會把我逼到一個絕境 一種毫無退路的絕境 就像我每次念書念到很累 我就會想到這些人很猙獰 在取笑我的嘴臉 你就沒有任何的退路 你就會繼續往前衝 在高三的時候 你發覺自己可能必須要補習 可是你沒有錢 所以你決定要去說服補習班老師 讓你免費的去補習耶 怎麼會有這樣一個想法 我記得當時補習費差不多要 四萬多塊錢 那時候三重房價一坪才七萬 所以四萬多塊是非常非常安貴 我記得當時我到了那個補習班櫃台 他一直跟我介紹這個全課班 我聽了四萬多塊錢以後 我說這個太貴了 我問他說你們有沒有便宜一點的班 他告訴我說他們有一個班 叫做前三志願班 只收一萬塊錢 我說只收一萬塊錢 那我也要報這個班 後來他就問我說同學你是什麼學校的 我說我是三重高中的 他說那同學你不能報這個班 我們這個班只收前三志願 就是建宗 北一女宗 副宗 成功 中山女宗 那沒有辦法收三重高中的 後來我就跟他盧了很久 我說我是三重高中的全校第一名 但是我看他不為所動 後來那個班主人就從後面走出來 就問我說同學你是哪個學校 他又問了我一次 我就跟他講說 報告主人我是三重高中的 而且我是全校第一名 我要報這個前三志願班 他說那不行啊 我們前三志願班 就只有收前三志願 三重高中就沒有辦法 我後來問班主人講說 報告主人 你這個前三志願班 只收一萬塊錢 而且只收前三志願 為什麼 為了就是什麼 是榜單嗎 那既然為了是榜單 那到底是實力重要還是 胸前的那個徽章重要 班主人他從來沒有被學生這樣問過這個問題 他想了很久以後 他告訴我說 他覺得實力重要 我就跟班主人講說 報告主人 我就有這個實力 後來班主人就講 就跟他盧了很久 後來班主人跟我講說 那你先不要再吵了 下個禮拜有一個模擬考 你來考試 只要你可以考贏這個班 我們這個前三志願班的最後一名 我就讓你進來 因為當然他對他前三志願班 非常有信心 那後來我就想說 好 我就來參加這一次的這個模擬考試 我記得當時我第一次模擬考成績出來 我是全班的第四名 後來班主人跟我講說 他說我從一開始 就看出你有這個錢 你非常適合來這個班 他告訴我 下個禮拜一就可以來上課了 那當時那個班有個特別的規定 就是啊 如果你進來這個前三志願班 只要你未來考到台大政大跟師大 補習班呢 就退你這一萬塊錢 所以我就跟班主人講說 那我沒有錢 我可不可以先不要繳這一萬塊錢 後來班主人跟我講說 他就想了很久 因為我就跟班主人講說 如果一個三重高中的同學 在你的補習班 可以考到台大法律系 你覺得這個廣告效益 有沒有大於這一萬塊錢 他說當然有啊 但不可能 我記得當時我非常的嚴肅告訴他說 我說報告主人 站在你面前的 就是那唯一的可能 我告訴他說 如果我今天上了台大法律系 就不要收我這一萬塊錢 如果我上了沒有上台大法律系 我許豐源到大學去Seven打工 我都會還你這一萬塊錢 後來班主人就答應我了 我記得當天我回到家跟我媽講說 我要去台北市補習 然後我媽嚇一跳 因為我媽在切泡菜 就跟我說 我們如果沒錢要補習 我就跟我媽講說 不用錢 我就這樣去了台北市補習班去補習 因為你看透了這件事情的本質 因為你看到了他要的是幫班 所以你從這點切入可以說服他 當時你是一個高三的學生 你為什麼能夠想得這麼清楚 而你為什麼有那個勇氣 可以去提出這樣不合理的要求 雖然說我是高中 可是其實我很早就在 就是有在工作的幾年 其實我小學四年級就開始去菜市場擺地攤賺 對 我記得我小學四年級 五年級就開始去擺地攤了 四年級就在印刷廠當通工 我記得那時候我每一天早上 八點半到下午五點半輸假 八點半到五點半 一天有四百塊的工資 然後我去就開始擺地攤賣很多的東西 其實這就是一種在社會底層的歷練 包括我後來考律師也是 我記得當時那個補習班 就是要考律師的補習班 那我就會了解到補習班需要的就是這種榜單 所以我當時我就跟他說 我在我們台大法律系裡面 我一次可以找到十個同學跟你團報 其中有七個書卷獎 那你要給我多好的折扣 所以後來我們十個就用幾乎沒有花錢 然後一整年所有考試的用書隨便我們拿 就是那補習班會有考試用書都隨便我們拿 後來我們這十個同學去 應屆考到律師的將近八個左右 所以我對於這種談判其實 並不是站在我個人的利益談判 而是我知道對方其實需要的是什麼 那這個跟我從小的在社會底層的歷練 是有很大的關係 後來果然你真的如願以償 考上了台大法律系 是三重高中創校之間 唯一一個考上台大法律系的學生 所以放榜的時候 老師啦 師長啦 不看好你的同學們 大家的反應是什麼 我記得我印象非常深刻 所以我走到那個學校的鐵門 就那個大鐵門的時候 我們交互處離那個大鐵門 大概有100多公尺遠 一兩百公尺遠 我就已經聽到整個交互處的 那邊瘋狂的狂叫 然後很熱鬧很熱鬧 那時候我就知道 應該是我考上了 所以那時候果然我就考上了台大法律系 有沒有覺得老天爺對你不是很好 就是給了你一手爛牌之後 讓你到讀大三還在讀書 我都還沒有考上律師的時候 就碰到父親生病這麼重大的危機 因為我爸爸那時候生病 我記得那天回到家 他是跟我們說 醫生受他罹患的那個叫口腔癌 那說實在話 因為我爸爸他在社會的底層生活 所有的壞習慣都有 抽菸喝酒吃冰 肚子餓就吃臭豆腐 其實飲食生活環境都不好 生活習慣不好 那說實話 那時候我也不懂什麼叫口腔癌 我只知道我爸爸他的舌頭上長了一個 大概像乒乓球一樣的腫瘤在舌頭上 那我記得當時我就趕快跑到我們那個 台大法學院的那個校醫師 去問那個一位牙醫師 那後來他非常的熱心 他就替我爸爸安排了整個診斷跟檢查 他後來非常的嚴肅告訴我說 說楓媛你父親罹患的是舌癌 而且是默疾 我那時候也不了解什麼是末期 我就問他說那舌癌末期開刀會不會好 我覺得他非常委婉地告訴我說 依照他們臨床的經驗 舌癌末期的病患大概還會有一年多的時間可以過 我那時候一直在思考說 如果我的爸爸只剩下一年多的時間可以過 我可以做什麼 我不是醫學院的學生 我沒辦法救我的父親 我是一個法學院的學生 我可以做什麼 我快想通了一個道理就是 我們許家窮了那麼多代 當乞丐的當乞丐 當流氓的當流氓 今天我們許家 雖然出了一個台大法律系的學生 對我們許家而言是很大的光榮 可是如果我要翻轉許家貧窮的命運 我必須要考到律師證照 然而如果我的父親只剩下一年多的時間可以活 這所代表的意涵是 我只有一次考律師的機會 我必須在我大勢畢業的那一年 就應屆考到律師證照 我知道非常非常困難 但是我對我自己發了一個誓 我一定要在我父親往生之前 讓他親眼看到我考學律師的證照 所以我就開啟了一個非常非常瘋狂唸書的過程 我記得我每天早上六點鐘起來背法條 然後背兩個小時的法條之後 八點鐘就刷牙洗臉出門吃早餐 我九點鐘就會坐在台大法學院的圖書館 然後就一直讀到晚上十點鐘 我記得因為我們法學院圖書館十點關門 我從法徒走出來的時候我已經非常非常的累了 我記得我就騎摩托車回家 可是我每天晚上回到我家的時候 當我把我家的門打開 我一定會看到我的父親 躺在我家那一個很破舊的沙發上等我回來 為什麼 我爸爸當時已經動了口腔癌的手術 我爸爸當時口腔癌手術範圍非常的大 他是把他的舌頭幾乎整個都切掉 再把他的口底整個挖掉 那嘴巴就空了 他就從大腿的這個表皮掀起來 從真皮層切一塊肉再補到嘴巴裡面去 再把每一根血管上封起來 所以我爸爸動了口腔癌手術 他就不太能講話 那吃東西就是我媽媽要把菜 肉 魚 飯 湯 全部都放到那個國菜之機去打成泥狀 給我爸爸吃 給我爸爸因為他嘴巴這邊合不起來 都一直流下來 所以他拿那個口水晶一邊擦 那到後來不方便的時候 我爸爸就要擦那個鼻胃管 灌那個雅培鞍樹那種牛奶 那我每天 我爸為什麼要等我回來 因為我爸爸知道我念書念得很辛苦 所以他一回來看到我就叫我媽媽去煮 宵夜給我吃 我每天晚上回來的時候看到我爸爸 我煮的那一大碗公的麵吃完 就繼續到樓上去念書 我通常會念到凌晨差不多1點鐘左右 也就是我每一天的念書時間 就從早上6點鐘到凌晨1點鐘 就這樣經過了一年多 甚至連過年的時候 我記得我初一早上6點鐘就起來讀書了 這樣經過了一年多以後 我真的把所有的書都讀完了 我相信當我努力到 連我自己都感動的那一瞬間 老天會在關鍵的時刻幫我一把 我在民國94年的6月大學畢業 94年的8月參加律師考試 到94年的11月3號放榜的那一天 老天真的在關鍵的時刻幫了我一把 我真的在我大四畢業的那一年 就應見考取了律師證照 我記得當時我一考上就趕快去實習 然後當我整個實習結束 律訓結束 我記得那一天早上我的助理 去幫我領回的那一張律師證 到同一天下午差不多4點半的時候 我的大姐就打電話告訴我 他說爸爸人在台大醫院急診室 情況很不好 我就立刻從重慶南路的律師事務所 騎摩托車 趕到台大醫院的急診室 我記得當時我進去急診室的時候 很遠的地方就看到我爸爸 躺在一個病床上很虛弱 然後當我慢慢靠近我爸爸的時候 我爸爸有輕輕的跟我揮手 然後當我真的靠近我爸爸的時候 結果急診室的主治醫師就把我攔了下來 他跟我說 告訴許先生我可能要稍微跟您說明一下 他就把我帶到旁邊去 然後我記得他告訴我說 你父親的肺炎 肺炎感染的情況很嚴重 有非常明顯的心肺衰竭的現象 你可能要有心理準備 有可能今天晚上會腫 我說我爸爸剛才跟我揮手 你怎麼跟我說他今天晚上會腫 他講的話我不相信 一直到我父親的醫生 就是我在校醫室遇到那位牙醫師 他趕到了現場看了相關的資料以後 他告訴我說確實情況很不好 要有心理準備 他講的話我相信 我記得當我靠近我父親的時候 我把我今天早上領到的那張律師證 交到我父親的手上 我告訴我爸爸說 從今天開始 我就是一個正式的律師 我可以賺錢養家 我永遠記得我爸爸把玩的那張律師證 他的臉上露出了一個很虛弱的笑容 而我知道那個虛弱的笑容 所代表的意涵是 他知道他努力了一輩子沒有白費 他知道這孩子出人頭地 他知道當有一天他不在人世間的時候 許家可以靠這個孩子撐下去 我記得當時我非常的平靜地問我父親說 醫生說你的狀況很不好 有可能今天晚上會走 那如果情況真的很緊急很緊急的話 你願不願意插管急救 我永遠記得我爸爸他不太能講話 所以他會有一個小白板跟我做筆談 我永遠記得他在白板上寫著自然就好 祖聯就好他不想要急救我 我問我父親說 那你有沒有什麼要交代我的 他在白板上寫著孝孫媽媽 所以跟我父親結束了短暫談話之後 我就在放棄急救同一書上簽的字 而我父親就在親眼看到我拿到律師證的 那一夜的清晨五點半 病死在台南院 後面還有不過這個訪談滿長的 後面主要是在講他的母親 他母親後來也厲害 所以他一生就是 就是主持人講的都是一手爛牌 但是他這個很努力 這個奮鬥 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真的是 也是有福報 就是他努力還可以就是真的成功 但是我們可能 有些時候或是大多數的時候 你努力好像也沒有辦法 這個很快成功 或甚至是沒有辦法成功 那時候心態上怎麼調整 那是我們佛教徒應該要去面對跟處理的 但是他也很硬氣 那可以學習就是那個談判的技巧 就是你知道對方要什麼 你知道對方要什麼 所以他常常可以就得到這個他想要的結果 那也蠻人感動的 以前的年代是可以靠讀書翻轉命運 以前很流行這個詞叫翻轉 一段時間叫翻轉 後來到了某個階段之後就是 透過讀書其實沒辦法改變社會階級 曾經有一段時間可以透過讀書改變社會階級 後來就沒辦法 學歷等於只是參考 而且參考價值可能沒那麼強 就是景氣不好的時候 很多人他必須要隱瞞自己的學歷 就是上面寫大學 你是碩士 你知道自己把自己降一格這樣 他也常常發生這樣的狀況 許楓妍他後來自己去開浴室事務所 他做事很決絕 他要幫他 因為他媽媽後來癌症 爬那個樓梯會喘 所以他就想說他要搬離那個島瓜廚 要買一個大的房子給他住這樣 然後他就想說他就算了一下他的薪水 他說雖然跟同年齡的比起來可能已經算不錯 但是他這樣子可能沒有辦法在他媽往生前買房子 所以他就當天就把工作辭掉了 領了一個月的薪水 然後自己開律師事務所 那個膽很大 因為他其實也沒有人脈 你看他只工作一個月而已 但是他真的有福報 他後來一開始真的還蠻慘 因為都沒case 然後後來他接觸那個產業保險 這個總經理有點提拔他 他後來就專攻這方面保險方面 所以就做起來 做起來之後呢 他就開始想到意義這個問題 所以他後來就是沒有當律師當作家 然後到處去演講 也很好啊就是鼓勵人啊 你看你聽他演講都知道他邏輯很強 講話很有次第啊 然後他的理由都分析很詳細 兩個理由他就把他講出來 他為什麼他能給他為他爸爸做什麼 那兩個理由這樣很理性 可能也不知道是因為他本來就這樣適合念法律系 還是因為念的法律系這麼的有條理 那個因果關係很難斷定 許豐源 以前給學生看就是說他還有出書 可以去找來看 很體力人心 好那剛剛講的大家應該也很有感覺 像你想要完成一個目標的時候 會有很多人很用力的嘲笑你 我們佛教徒是說要讚嘆人家 讚嘆人家 那個就是學佛有時候就是 要違背人性 一般人性真的就是會取笑你 他不當面取笑你可能就背後取笑你 但是佛法就是跟你說你要很真心的去讚嘆別人 祝福別人這樣子 那樣你光真心的讚嘆別人 那個福報就怎樣不可思議了 那這樣你就知道有多難 要出自內心 一開始可能就是先 大家學過佛法知道要讚嘆 就先用這個方式到最後能夠真心的讚嘆別人 好所以這個五蓋 這個我們一開始上課講說 為什麼最近講一些南傳的修行的方法 主要就是因為在這疫情之下大家面對一些煩惱 可能過去所學的用不上用場 派不上用場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南傳他們的 這個很明確的這個實踐的方式 其實希望這個在這個疫情下 對大家的調伏煩惱 有所幫助 然後五蓋他剛剛一開始講 而且他剛剛講比丘是什麼 比丘指的不是出家中 比丘他這邊廣泛的詮釋 指的就是說你有自於佛法的人 有自於佛法修行的人都稱為比丘 他這個古德這樣解釋 這個作者就是那個菩提比丘 菩提比丘 他也是德國人 所以我們上個禮拜跟這禮拜 爬書那個文章是 五卓比丘也是德國人 這個也是德國人 所以這個還蠻多 德國的出家然後他們在南傳休息 那這個五蓋呢要修行 先挑你覺得自己最嚴重的那一蓋 去對峙去下手 那怎麼樣用五蓋來修念著呢 因為他們這個南傳就是要主要的這個重點 修行的重點都是擺在念著 那會把念著跟其他的概念串聯 所以念著跟五蓋怎麼串聯呢 這很好我覺得就是 主要的實踐的方法跟你的名相 都可以串聯起來 這是一個提醒 你可能覺得很簡單 但是其實真的在日常生活當中 我們很難把那個實踐那個動詞 跟那些名相結合在一起 叫念著 那什麼叫做 這個以五蓋為念著的對象呢 就是你當貪欲升起的時候 比丘知道他有貪欲 當沒有貪欲他知道沒有貪欲 這樣叫做念著 就是你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念頭的狀態 那你知道貪欲如何升起 知道如何對峙已升起的貪欲 也知道如何使已捨棄的貪欲不再產生 這就是念著 所以他順序非常清楚 第一步先覺知啊 有或沒有 那有的時候怎麼產生的 怎麼對峙 怎麼讓他不要再升起 順序很詳細 但是日常生活升起的時候 我們能不能夠按照這樣的次第去做 如果可以的話那真的很棒 嗯 現在先 在這邊的時候先 針對貪欲 然後怎麼念著 對啊裡面有苦即滅到啊 可以啊你可以這樣串聯啊 貪欲就是苦嘛 苦因就是怎麼升起嘛 對啊 啊怎麼如何對峙就是道嘛 然後滅啊不再產生 對啊 所以四聖地為什麼是最終的 就是就他們南傳修的是最終的 就是他可以寒色整個修行的法門啊 整個過程 那一樣啊這個過程也是一樣 稱會 所以這五概裡面我看 這個嚴重的也蠻多的 就是 知道 有沒有 那 是為什麼產生的 如何對峙 然後讓這個已經捨棄的不再產生 其實這個是很值得大家思維的耶 很重要 很重要 但是我們平常 不太去思維這個 乃至於 這個 連覺察都沒有 就是你當下的 這個新的樣態 就覺察都做不到就不用講後面了 有跟沒有 做不到就不用講後面 很多時候這些東西 是要在平常就思維起來的 那你心要夠止盡 你才有辦法想說如何生起 第二步如何生起 光第一步你有沒有稱謂就已經很難覺知了 因為都一路稱到底了 因為你在那個稱心的當下 你沒辦法去覺知 目前的樣態 那昏睡也是 掉回也是 所以這樣子修行 內心會生起止息的力量 來對抗無節制 且持續出現的不善意念 不然會一直輪回 所以他你 透過一次兩次不斷的這個 找到有效的方法來對峙的時候 那時候就會產生一股力量 來停止 貪或撐的什麼 不斷輪迴的生起 那並且產生一股警覺的力量 來防止他們再次生起 所以這個方法依據一個簡單的心理學理論 如論詞所說 善念與惡念不會同時出現 對不對 所以因此當你覺知貪欲的當下 就是你貪欲發生在覺知的前一瞬間 貪欲在這前面嘛 後面才覺知這個貪欲嘛 當你覺知他的時候 貪欲就不再存在 因為你在覺知他 所以那個當下 就沒有貪欲了 這樣理解嗎 所以那個覺知很重要 當你在覺知的時候 基本上就沒有覺就沒有貪欲了 很好啊有時候也是 就是幫助釐清我們心裡的樣態 那可以說一個訓練 去感知一下這語言文字 實際的內容意涵是什麼 方法啊 這裡啊 如何對峙啊 所以平常就要想起來我剛剛不是有說 平常就要思惑 因為其實老實說我們人 生起撐或貪 這個對象喔 大致上就是那幾個範疇 所以剛剛前面那篇論文講的就是在講這個 就是那個行那個隨眠啊 的生起那個反應 慣性反應都速度很快嘛 那是因為已經曾經發生過了 就是那些事 所以平常的時候就可以思維 可以思維起來說那當 我覺知到 我怎麼又在 我有稱心的時候的當下 你要怎麼去 對所以你要模擬嘛 思維的時候就模擬嘛 那 你要怎麼去堆滯 那個當下生起的貪 或是撐 有效 所以你要自己想一下 所以思維很重要 所以你實踐的這個方式也是需要思維的 因為你那個 進界遇到的時候太快了 因為我剛剛講 我們之前講那個行 有沒有行之十二英元那個行 跟隨免的關係嘛 上禮拜釐清的 他就馬上 直接就像那個打 打那個膝蓋 他就彈起來一樣 直接 寒色 來不及啊 根本來不及 如果一直打 你就一直打 所以就是平常就會 需要去思維說 那這個當下 我怎麼修 忍入 比方說貪或是撐的時候 什麼方式 有效 對啊 對啊 我是覺得可以減少頻率跟那個強度 一開始就很棒了 不然其實一般 你沒有透過這樣的過程 都是一直輪回 然後來世再輪回 然後無量解輪回 所以這個就是指嗎 剛剛不是講說 這五概就是靠指跟觀嗎 那第一步 其實你在覺察的時候就是指了 因為剛剛不是講說 你在認知他的時候 你就已經沒有癱癒吧 所以你覺察那個當下 其實就是指了 指什麼 指癱癒 所以第一步就是要覺察 那個 心理的樣態 平常就要想 想 什麼有用 好 那比丘門 這個別說 這是另外的這個解說 正如這個色身需要以食物為生 依賴食物生存 沒有食物就沒辦法存活 一樣的道理 五概也需要以食物為生 依賴食物生存 沒有食物便無法存活 所以是我們餵養他的 我們餵養這個五概的 那貪欲的食物呢 就是於眾多誘人外境 並未能實時如理作意 沒有辦法如理作意 此乃令未生貪得生 令以生貪呢 得增長並持續的食物 就是你沒有實時如理作意的時候 就是對貪怎樣 提供 一直提供他什麼 持續的食物 所以如理作意 非常重要 就是你要去 怎麼思維你現在貪欲的那個對象 作意本來是 就是 注意力嘛 我們這個 你作意 注意力到那邊的時候 就會相應於 引心王跟心所 到那個所緣境裡面嘛 那你如意的作意的時候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你可以用三貢相 那個是無常苦空 類似這樣 去如理的作意他 因為作意心所 會引心王跟心所 先到所緣境 這個叫如理作意 因為如理作意就會引發 你正確的怎麼樣去觀 以這個智慧去觀 你的所緣境 正確的觀念 就是為什麼你會去貪那個 因為你認為他是實有的存在嘛 所以因為我們剛剛 剛剛學三貢相 我們就用那個三貢相去 去理解他 或是比較快的 除非你有其他的 這個作意的方法 好那斷結貪欲的食物呢 現在是貪欲的食物就是 你沒辦法如理作意 所以這個其實是 平常就要想起來的 不然 這個習性的串聯速度太快 那斷結貪欲的食物 就是對於禪修的時候 不盡所緣能實實如理作意 就是令未生貪不生 令已生貪不得增長或持續 這樣就是斷結貪欲的食物 所以第一步 認知貪欲的食物是什麼 就是沒辦法如理作意 那怎麼斷結他呢 就是呢 你在禪修的時候呢 就要如理作意 其實不一定要禪修的時候 你在日常生活的時候 去省思 這個 尤其是我們講說 你一開始就先挑 一個對象 這五蓋裡面 你覺得自己最嚴重的那一蓋 你就要把整套想起來 包含這個如理作意 怎麼樣如理作意 這樣才有辦法斷那個 那個鎖鏈 好 所以念初經理提供了 的注釋提供了六種 有助於氣捨貪欲的方法 第一個是學習如何修不靜觀 第二個是專心致力於修習不靜觀 這個是 這個 這部經 念初經所提供的方法 那所以行者呢 專意修習不靜觀的時候 能對各種誘人外境 神奇兼顧厭禮 此乃修不靜觀的成果 那念初經跟清淨道論中所闡述的不盡所緣 專職目言十項 剛剛講那個念初經裡面 九項對不對 九項 他這邊講十項 所以這個 內容不太一樣 這就是可證的身體 這是不靜觀 還有各種觀法 包含你感官情境呢 只帶來少許享樂 卻帶來極多的痛苦與失望 而其中呢 過患充滿 所以我常常講 這次行客也講 其他客也講 你看阿涵經裡面真的就是 那些比丘他們 拖完拨回來 教習一習 你不是打坐 就是思維法義 什麼叫思維法義 這個就是 就是包含這些 可能剛剛去拖播的時候看到什麼 然後你覺察到自己貪欲陷起 的時候 那你就要去思維說 這些只是帶來少許的享樂 但後續會帶來很多的痛苦與失望 因為你可能整路都在想 那是很很老的 會引起很大的煩惱 所以過患充滿 就是在思維這些 那漁夫呢 受愉快表象所蒙蔽 而不見不愉快的 受何意表象所蒙蔽 而不見不合一的 這等等 第三個方法 守護根門 守護根門 一個人如何守護根門呢 就是當你的眼跟接觸色鏡 他不執著色鏡的整體外相 和個別細相 這樣 就是雖然處了 但是不執著 這樣才會是正常人 就是有處了 但是不執著 這個是比較究竟的 所以以前我們有接觸過一些 一個道親 他們稱讚的那個人就說 他都看地 他走路都看地上 因為他就不要跟其他的交涉 這樣就不會有貪欲 或者是其他情緒生起 但是這樣沒有究竟嘛 就是人家會覺得你怪怪的 你怎麼走路 地上有什麼東西可以撿 所以比較究竟是你處 但是不執著 這樣是比較自在的 那如果呢 你不攝護眼根的話 貪欲 憂傷 還有各種呢 惡不善法 就會不斷地 湧入 因為你的貪欲不斷現前 就會相應於 惡的神口義 所以呢為了 攝護眼根而修行 比丘守護眼根 以對眼根的攝護 所以這個是 佛陀一樣在經典裡面都有交代的 是相應步的 好 所以一樣 所以眼耳鼻舌生意 對得色身香味醋 如果呢 沒有愛喜 沒有愛喜 就沒有束縛 所以啊 你看那個 隔音卡 有沒有 他就是斷愛 從來從受 從受入手 因為你接觸 觸在來就受了 觸受 然後就愛了對不對 所以他選擇從這個受 入手 好 還有節制的飲食 比丘如何節制飲食呢 就是 攝取食物權 如理思為 所以很理性耶 你不是為了享受 自豪而食 現在人都是為了什麼 打卡 上船 你不是為了這個 嚴世莊嚴身體而食 只是為了維持這個身體 使他避免受到傷害 且能 能夠藉此修行 他就是 幫助你修行的一個法器 講我們的色身 他也是一個法器 所以呢 並且思為 如此 我藉由這個 色食 讓我的色身 避免受到傷害 能夠修行 那這樣修行呢 我就能夠滅除所有的苦受 而且令心的苦受不生 那麼我的一生 將是安穩 無過患的 這個是 真的就是行者會思維的 那一般呢 想的就是 一生要 當然行者也要啦 現在當代社會也是需要 你一生要如何安穩 無過患 因為那天我們有另外一班 我們是看一部電影 就是日本的電影 講那個養老金 講養老金 也要多少錢這樣 那他們 夫妻兩個就 存款不夠 然後又一些花費 所以就很焦慮 那那個過程裡面 他們提出了幾個議題 包含那個生前告別式 還有那個share house 就是他們沒有那麼多錢 可以養老 但是他們的share house 那個狀態就是說 跟你住在一起的人 他不是陌生人 也不是家人 但是彼此在一起 互相幫忙 怎樣 這個可能在目前的社會 有慢慢成熟 在台灣好像還沒有 但是這部電影 就帶入這個share house 就大家共享 大家共享 所以後來他們 這個夫妻倆 就把那個房子 處理掉 還在貸款中 處理掉 然後就去住 那個share house 就是也蠻好的 好 第五 親近善知識 善知識呢 在此特指一些有經驗 即能作為榜樣的善友 特別是以不靜觀 能夠幫助行者 克服彈欲 他們的修行方法 就是用不靜觀 那同時善知識也泛指在所有 所有在聖道中的善友 跟你一起 讓你可以在這個聖道當中 hold住的 都是善知識 善同伴 善同師 大家是一起 大家是一起 往聖道前 走在聖道上 聖道指你要践行八正道 第六 適當的論壇 適當的論壇在指特指呢 你關於克服貪欲的談話 尤其關於不靜觀的話題 適當的這個論壇 也泛指任何可增進道業的言談 因為這邊在講貪欲 貪欲 所以你任何的談話 能夠克服你的貪欲 都可以 很多這個提醒的言談 都是 好 如果比丘信息談話 那麼他應該謹記 我不談論第一集 粗烈 世俗 不高尚 無異 他喜歡他的信 習信是這樣 沒關係 但是他談的話 至少怎樣 不是這些 這些話題 這是一般我們世間人談有沒有 他跟朋友開講 是不是都聊這些 這些話題 好 但我將談論有關修行生活 探索自心 有助舍離 禮遇止境 極盡智慧覺悟涅槃 一起有關柬埔的生活 這樣子的話題 好以下的事也是有助於貪欲的征服 就是釘 殘肢裡面的釘 還有這個念根 都是幫助征服我們的貪欲 還有覺知裡面的念覺知 他的譬喻就是說呢 盆中的水 如果混合了紅黃藍塵 即使視力正常的人 也無法從這些水中 準確的認清 並看到自己的樣貌 那是指 這些顏色指的是貪欲 貪欲 同樣的 當一個人內心有貪欲 被貪欲所征服 他就無法 從貪欲中解脫 那同樣的 他便不能正確的看到自己 他人 自他的福祉 因為那個 你新的那一盆水怎樣 被貪欲怎樣 弄混濁了 那也無法背誦 久遠前曾經熟記過的經典 所以 就沒辦法提起正念 沒辦法提起正念 你就是一直沉溺在 那個貪欲當中 好 那這個是稱慧蓋 所以稱慧蓋比較猛利的人 就要注意一下 一樣不如理作義 好 那如理作義 後面的內容差不多 他主要是靠什麼 培育慈心 當休息慈心稱慧便會消失 慈悲喜捨 慈悲喜捨 那念初經呢 有六種克服稱慧的方法 第一個就是學習如何 休息慈心慈 第二個就是專注在 慈心慈的休息 所以先學 再來就要修了 日常生活 認知到每個眾生 都是自己夜行的作者 與受者 所以他剛剛不是講在夜行處嗎 你的身口的造作的地方 每個眾生 每個眾生 若對他人憤怒時 自己能如何 破壞那人的功德 與其他的美德嗎 你對對方憤怒 能夠破壞那個人的功德 跟他的美德嗎 因自己的行為而處於眼前的情境 未來不也受著自身行為的影響嗎 對他人憤怒呢 就好像一個人 刺手抓握燒的通紅的火炭 熱鐵棒或是糞便 來襲擊他人 很有畫面 就是你生氣的時候 就好像這些行為 同樣的 如果他人對你生氣 他人能夠如何 他能夠破壞你的功德 跟你的美德嗎 這個P我們就常常讀到有沒有 一個被不接 不被接受的禮物 或者是逆風 直出的一把塵土 也是這樣 後面的內容都差不多 因為我們在官制的開展裡面 講到五蓋 所以我們把他 讀一下這本書 這本書叫做法劍 我們來看 第二篇 一般 一樣持續講壽 講壽 講壽 但是他是 這個整理的 這個阿翰經裡面的壽 我剛剛 格映卡他也是壽 那接著呢他就 一樣 這個五左比丘 他就 整理了這個壽 讓我們更了解 這個心所 好 壽呢 這個 五孕第二孕 十二孕元 第七支 而且是會 隱身可愛的那一支 在這兩類的這個 文脈中呢 壽所扮演的角色 顯示出在初期佛教 他在分析真實的時候 壽的重要性 依據這個分析呢 壽是構成我的成分之一 同時妳要克制可愛的時候 壽是在苦的緣起過程的特別的連結點 好 可愛再來就苦了嘛 好 所以呢 對初期佛教的廣泛了解 和特別是對解脫道的理解 壽極其意涵的評估 都非常重要 為什麼要講這個 因為常常 一間好久以前有一個 好像是上一系有一個學員就說 有人說要從壽著手 但是為什麼 他不知道聽說是這樣 聽人家說會從 但是為什麼他這邊就跟你講 從這個初期佛教裡面也是這樣 然後從上座父的修行方法也是這樣 所以這個壽是大家可以 關注的 那這篇文章呢 檢視壽的一般本質 以及探索壽跟夜報的關係 最後呢 就討論這個壽念處的修習 總不能一直在講他的這個現象 還要講怎麼樣這個對峙他 壽的本質 巴利文 的字根 其含義範圍包括壽跟知 所以這個同樣的字根 除了壽之外還有什麼 知 所以呢 壽呢可以理解為 認知過程中感性的那一面 因為苦樂是屬於感性嘛 但是他是認知過程裡面感性的那一面 就像說你如何的體驗 所以 在認知的時候是中性的對不對 但是你加了壽之後就好像加了色彩一樣 因為你如何體驗那個對象 那由於壽感性的角色 他對情緒有強烈的制約作用 縱然如此壽的這個含義範圍 並不包含情緒 他講得很清楚喔 他跟你講壽他是制約 情緒 但是他本身呢 不包含情緒 最接近情緒的字呢 應該是心 心啊 他是從這個語意 就是從巴黎文的語意去講 拆解那個文字跟你講說 最接近情緒的字是心 那這個字呢 只是指感受 是稱為情緒的複雜 是把現象裡的見財之一 所以這個感受 這個壽 他只是見財之一 他只是見財之一 他本身怎樣 不包含情緒 所以他今天 透過這個詞語的釐清 讓我們對壽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那壽跟透過想所產生的認知訊息 有急密的關係 所以我們 誠實論有沒有 那個五印啊 色 識 想 受 有沒有就是這樣啊 所以妳的受 是透過想 提供的訊息來的 我們看 一般在解釋誠實論的五印 他沒有用這樣的方式來解釋 但是我們一開始就講過 他是從認識論 因為妳整部誠實論看完的時候 妳就會發現 他很多都是從認識論的角度出發 所以他連包含在排列五印 都是從認識論 色 識 享受 行 那一般他就去 用其他 像我們讀的那一本 陳詩論影 他就從其他角度去解釋 但是我們從認識論 像這邊就提供了另外一個佐證 因為一個人的覺知呢 是基於他所感受的 所以他開始這邊 就整理了中阿涵裡面 所有提到受的經文內容 第一個 是覺 想 思 這個三法 合而不別 此三法不可別施設 隨者合 覺所覺者 其是想所想 思所思 事故此三法 合而不別 我記得在句子論 他有討論過 類似的嗎 就是拿三個詞有沒有 有想阿 還有什麼 思 類似這樣 覺想 好像也是覺跟想 他是區分的不同 還有智 那陳詩論他就一樣 跟陳詩論的解釋 跟這個一樣 他說什麼 合而不別 合而不別 那他 陳詩論都講別 是講什麼別 就是 只是詩色的語言文字不一樣而已 也就是說呢 第二韻的受韻跟第三韻的響韻 處於密不可分的關係 兩者呢 必相伴而有 相賴而存 依據相同經典的標準定義 受呢 他含有三個感性基調 就是這樣 能讓他們權益處而生起 這個大家都知道 有三覺 所以這邊的覺是受 他翻成覺 就是受的意思 你其實從漢字的這個語意上面也可以 我感覺 那就是受感性 我感覺 所以他這邊翻成絕就是受 那在中阿涵裡面 他就 說這三個怎樣 就是想跟受 特別 特別釐清想跟受的關係 是相伴而有 好 那麼 這個三受的根本差別可藉由呢 這三受跟六根的每一根結合 再度被擴充 好 所以 我們講苦樂 不苦不樂 好 那你要跟什麼 這個六根 結合在一起 就變成感受有三十六種 這樣堆疊上去 如果要再依起生起的愛質跟 生起舍離 這三種來區別的話 就是三十六種 那就是三十六 下面是介紹 這三十六種 如果再依序過去現在未來 就變一百零八種 所以 我今天裡面很多數字就是這樣 那這些分析呢 不過是 對受這一現象的補充說明 任何一種都不應該被教條式的 當作唯一的正確見解 很好 這觀念很好 就是沒有什麼教條式的唯一正確的見解 這樣就不會起爭論 除了呢 將獸分為不同的類別 經上也舉出多種批譽 來解說獸的本質 第一個批譽就是 不同類別的獸 就像天空中的風 從不同的方向吹來 有時候呢 這個獸是夾帶沉沙 有時候熱 有時候冷 有時候溫和 有時候強勁 那為什麼用風來形容呢 就是他的本質呢 往往是超乎控制的 所以當你那個控制獸的時候 你就太棒了 他的本質很難控制 因為跟風也能控制風嗎 你能夠控制風嗎 所以他就 為什麼用這個批譽 因為獸就跟苦獸的肉 就像風一樣很難控制 所以當你在 我們休息 就是對這個獸的覺察 跟對峙的過程 沒辦法如你所意的時候 也不要太快回行 因為他本來就是超乎控制 至少我們怎樣 走在努力的路上 這個批譽呢 就是指出一個要點 就好像你想要控制 變化無常的天氣 是無意義的一樣 對於升起的獸 最好 這一句太好了 對於你所升起的獸 最好以耐心來承受 修行要非常有耐心 真的 不然會越來越 自卑 或者是 稱心 那個稱心來自於對自己 所以當你對自己 沒耐心的時候 你就是對自己生氣 結果又要 本來是對之獸 現在又要對之稱改 結果沒完沒了 所以要很有耐心 修行要很有耐心 所以另外一個同樣的批譽呢 就是將獸 比喻為各類的訪客 來自四方 任何一方 他聚居在一個客棧裡面 所以這個獸被比喻 擦地利婆羅門長者居士等等 在家書家 西語於宗主 此生亦復如是 這三種獸 會在你身中產生 無需因此時顯現的某一特別的獸 而感到激動和困擾 因為他們都是客人 這個跟嫩眼睛很像對不對 嫩眼睛很像 所以 這是一個 這個比喻是一個提醒 來來去去 來來去去 所以你訓練 慢慢慢慢練到最後的時候 你的那個苦受的時間會越來越短 只是放下速度越來越快 勒受也是 這是無常 無常的觀字 以由訪客來來去去的影像隱約顯示出來 另一個將獸呢 與下雨時水面上的水泡相比的譬喻 所以當你積極要觀獸的時候 也可以跟我們上次講的那個觀照 你把它當成一個對象來觀 就是你把那苦受的觀成一個水泡 把它觀破一樣 也可以 就是看你來用什麼方式 這是一個方法 透過這樣的批語來做這樣的觀 你仔細觀察水泡生滅之後呢 觀察者就很快得到結論 這些水泡既不堅固 也無實體 通常我們呢 就不會觀到這個 就不會想到結論不會是這個 結論只會是 我剛剛為什麼要生氣好苦惱喔 好丟臉喔 這樣而已 沒有想到這個 就不會再去回想說 那個獸其實也是怎樣 不堅固的 無實體的 如果你能夠在情緒升起來之前 先想到這樣更好 第八個 就好像大魚水泡一起一滅 明目是福 地觀思維分別 那什麼思維呢 他現在就叫你怎麼思維 你思維分別呢 這個獸呢 是無所有 無勞 無實 無有堅固 所以則何 依逼水泡 無間時故 我覺得這個水泡的觀其實還不錯 可以試試看 我之前有講過嘛 那一開始觀的時候 整個 不是水泡 他會跟你講 他們有一種修法是 你觀喔 他真的會有聲音喔 就是你那個煩惱受的 一開始觀的時候比較堅硬 他就是像玻璃破掉這樣 的聲音 所以很有趣啊 所以就 可以試試看 會越來越柔軟 剛剛不是講的 就是 那個五蓋 就好像環境裡面的雜質 讓我們的身心變得很堅硬 剛強 堅硬 當那個雜質去掉 就變得很柔軟 所以一開始觀的時候 很堅硬像玻璃 慢慢他就很柔軟 像水泡一樣 關破這樣 好 所以呢 受呢 確實是不堅固 而且不真實的 他只不過是 因緣的產物罷了 所以你去觀 你受什麼來 一定是有原因嘛 哪些原因 所以他是因緣的產物 有好幾個必須特別點出 依於處而身受的 關帶特質 所以受呢 他的這個特質就是 關帶 這個十二銀元裡面的兩支嘛 觸受 那任何受上面的這個感性品調 都是依於某類的觸而升起的產物 就是 眼耳鼻舌生意嘛 看你哪一個觸嘛 哪一個根門的觸 所產生的受嘛 但是無論從哪一個根門所產生的受 都是怎樣 都是不堅固 不真實的 這個是平常就要想起來的 今天時間到了 我們下禮拜再講這篇跟另外一篇 另外一篇 有分享他自己實修的內容 好下課 好下課